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美國使者訪華到底是來合作 還是來打壓呢 到底來做些什麼呢 環石做出評論了 直接告訴美國不能做兩面派 首先是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他先說話了 以及大陸外交部副部長謝峰 他們在11號12號 在河北的廊坊 跟美國的亞太助勤康達 還有白宮的國安會 中國與台灣事務的資深主任 羅森伯格進行了一場放談 那麼在談什麼呢 當然處理雙邊關係的 台灣重要敏感的議題都列入討論了 後來雙方一致認為 會談的是坦承深入有建設性的 也同意會持續保持溝通 那這趟訪華行程呢 就被形容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明年初訪問中國大陸之前的一個鋪路 那麼康達跟羅森伯格呢 最近先訪大陸 那麼這也是呢 在美國總統拜登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上個月舉行完拜習會之後呢 同意雙方修補關係呢 美國首次的派出了高階代表團 出訪大陸 但是環球時報呢 已經先做出評論 真的想搞好中美關係 那美國就不能做兩面派 同時呢也提到了 美方官員呢 代表團訪華之前 有意無意的營造 中方更需要美國接觸這種輿論的氛圍啊 白宮的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 先前就宣稱說 當前中國面臨挑戰 因此希望跟美國保持穩定關係 但是呢誰都清楚 就是美國對華焦慮跟霸權邏輯嘛 那麼在會談前呢通過輿論 放風向 中方說施壓這個戲嘛 其實呢大家好像見怪不怪了 因為看太多次美國伎倆了 那麼同時呢 美國啊一邊啊放出這個風聲 但另外一邊呢 又跟中國大陸繼續呢 說要有效的來兩國競爭 但是呢卻是不會反背到兩國的關係 並且呢提到說要探索潛在的合作領域 但一方面呢好像台面上跟你合作 但是又在台灣問題啊 在晶片供應鏈重組等等 這些軍事人權等領域呢 持續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 因此有人就認為 這是不是試圖打壓圍堵 遏止中國的小動作 根本就沒停過呢 華盛頓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兩面派 也因此呢在中美關係 急劇下滑的這幾年呢 美國一邊說要管控分歧 但一邊呢又製造新的分歧 也就是我們先前一直說的 美國一直說啊 在中東要維持和平 但一方面呢 點火山峰點火放火的 也就是美國 顧忌重施 想要在中國大陸嗎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也期盼 美方的代表呢 可以把大陸的態度 精準的傳達回給拜登政府 那就是歡迎中美合作 但是絕對不接受 以削弱遏止打壓中國 為目標的這些合作 因此呢 中方有耐心 也有底氣 也希望呢 這些來自美國的官員 可以實踐拜登政府呢 在G20對華的承諾 畢竟呢 在對話跟合作之前 當然也是需要 振興誠意 要取信於人的 那首先呢 我們帶您來看一下 大陸外交部的副部長 謝峰呢 在河北廊坊 同來訪的美國 駐清美國官員的會談呢 雙方圍繞著 包含呢 在G20當時候達成的共識 處理雙邊關係中 台灣的重要議題 那麼現在也同意保持溝通 這次美國高級官員 主傳訪華呢 是落實中美援手 巴黎島會晤 所達成的共識的一個 具體的後續行動 那麼它的積極意義在於什麼呢 就是中美兩國 儘管矛盾很肅雜 但是已經開始 實際的推動 落實中美兩國援手 共識的這個進程 那麼有了這個開頭呢 對中美下一步的高官的會談 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 在布林肯訪華之前啊 美國派出兩個部門的 兩個主打手來訪華 第一顯示了 美方對於即將舉行的 布林肯訪華 跟中方舉行的這個 高級別政治說張呢 是高度重視的 這個在中美交往當中 應該說呢 還是很常見的 第二也反映什麼呢 就是中美即將到來的 高級別政治說張 將是非常艱難 也是非常作答的 因為中美兩國呢 首先是世界上 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 同時呢 又是世界上 兩個影響力非常大的大國 因此呢 如果說中美關係能夠穩住 並且能夠轉圜的話呢 不僅對中美兩國有利 而且對整個全球的戰略穩定 包括當前極不確定的 世界經濟形勢呢 自然也會注入非常積極的動力 這也是為什麼 當時中美兩國元首 巴厘島會晤一結束啊 不僅世界各國政界 給予了廣泛的積極評價 而且呢 連世界各大金融市場呢 也出現了積極的熱烈反應 美國呢 對華政策的目標 可以簡單概括為 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 而且必須要敬而勝之 就是一方面要採取 跟你對話 談判和努力擴展合作 努力管控分歧的手段呢 使得中美關係 不要摔出護欄 但是另一方面 它的主要目標 是要在競爭中打敗中國 因此呢 它就出現了努力調動盟國 跟著美國一起去打壓中國 這種兩手政策呢 必然給中美關係的進程啊 帶來非常複雜的影響 中國如何應對 我覺得呢 要堅持兩條 第一條呢 就是集中力量 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 搞好自己的發展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應該 求同存異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在這個基礎上 必然倒逼美國 回到中美關係的正軌 就是相互尊重 好 另外呢 美國對中國的晶片近利 不斷的緊縮 然後呢 還想要拉攏盟友 加入圍堵中國大陸的陣營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呢 日本跟荷蘭 也可能在未來 幾個禮拜之內 宣布要跟進 部分的晶片禁令 就在12號 美國的高級官員訪中 雙方似乎是想加強對話 但是在科技戰上 美方卻不斷的動作頻頻 美國拜登政府 10月宣布 擴大對大陸晶片出口管制 並限制美籍居民 及永久居民 任職大陸半導體企業 跟拉攏盟友 組晶片聯盟抗中 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上機一室 美國總統拜登高喊 美國製造回來了 而現在根據彭博社報導 美國跟擴大拉攏盟友 在科技上圍堵中國 傳出日本荷蘭都有意加入 而華府還需要日本東京威力科創公司 和荷蘭艾斯摩爾加入才能使制裁生效 還有消息指出 日本與荷蘭可能會在未來數週內宣布 採行美國政府晶片禁令的一部分 中國的半導體製造大廈 YMTC等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 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 羅森伯格12號在北京和大陸副外長謝鋒 圍繞台海等議題進行會談 除了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明年初訪華鋪路 更被視為是延續拜席會的會談成果 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共識 推進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磋商 妥善處理雙邊關係中的台灣等重要敏感問題 加強各層級交往和開展相關領域合作 儘管美中關係看似回溫 但美國對大陸科技圍堵動作頻頻 不過根據日本科技業巨頭Sony負責人說法 由美國主導的晶片製裁 只會短暫影響中國採購能力 但未來中國大陸完全有可能在AI領域 擴大全球影響力 因為中國大陸發展AI驅動力的優勢 在於龐大資料庫 對於美國設下晶片禁令 想要圍堵大陸科技成果 恐怕是相當有限 記者黎晶報導 那另外呢 不斷的美國也找來歐洲各國 要來圍堵俄羅斯 尤其是在石油的部分 歐盟不是在12月5號開始 對俄羅斯實施一個 海運原油的一個禁令嗎 就價格限制 那的確呢 這個限制也造成了一些影響 但這影響對歐洲來說是好事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俄羅斯的油都賣去哪裡了呢 現在也影響到了俄羅斯石油的流動 彭博新聞的報導 俄羅斯把大部分的原油 賣到了亞洲地區 在12月9號為止的一個禮拜呢 俄羅斯將89%的原油都運往亞洲了 然後呢 從俄羅斯港口裝載的原油當中 一半以上呢 透過未標明最終目的的船 後來呢 開往這個蘇伊士運河 那目前也不清楚這些原油有沒有賣掉了 還是就是轉個手 其實又賣回歐洲呢 但是現在呢 我們先回過頭來看 中國大陸 印度 土耳其 今年進口俄羅斯原油 的確是大幅的增加 並且在歐盟對俄羅斯石油制裁當中成為最大買家 那麼在9號為止的四個禮拜內呢 運往這三國的俄羅斯石油數已經攀升到日均273萬桶 彭博指出呢 這個數字呢 是比烏克蘭戰爭開始之前四個禮拜還高出三倍 那麼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呢 就呼籲說 啊不行啊 G7各國啊 你們要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武器啊 而且呢 還需要更多的天然氣 他說呢 烏克蘭現在需要大約20億立方公尺額外的天然氣 才能度過這個冬天 好 澤倫斯基還說呢 針對啊 烏克蘭的發電廠恐怖攻擊呢 迫使我們必須使用比運氣還多的天然氣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特殊的冬天需要額外的支援 但是G7的國家還有這些西方國家 還有能力支援烏克蘭嗎 他們自己現在都在為石油煩惱了 好 首先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價格上限 結果呢 那沒有設上限的 中國大陸印度 就可以開始 繼續了來買這個俄羅斯的石油 反而是 歐洲現在要煩惱了 油從哪裡來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俄羅斯呢已經推出了因應的對策了 俄羅斯呢提出 那我們跟印度一起來建造 或者是像租賃的大型油輪 運油的那種油輪 好繞過G7的限制措施 那就保障你的油還是可以輸出的能力 那麼因為現在歐洲幾乎壟斷了全球的油輪保險跟航運服務 所以這意味著全球絕大多數的油輪運輸二油的難度 突然間就增加了 那麼作為俄羅斯原油主要的出口國之一 印度呢並沒有同意要簽這個上限價格的協議 所以表示說印度會繼續買俄羅斯的油 所以呢 俄印在原油貿易上的合作就更加緊密了 印度的外交部長 蘇傑森就表示 歐洲想要怎麼做是他們自己的權利 但是呢不可以要求印度放棄自己的能源利益 印度呢會繼續的買俄羅斯的石油 目前對印度來說 關鍵的癥結在於 怎麼把這個油運過來 他們需要大量的石油船隻 現在是短缺的 那由於油輪短缺呢 現在俄羅斯向印度出口這個油啊 哇必須要東轉西轉好幾個禮拜才能到目的地 導致運費變得很貴 所以俄羅斯現在提出了一個新的合作租賃跟建造 大容量船舶的建議 你缺這個油輪船 那我們一起來建造 印度表示下個禮拜開始 在跟俄羅斯的貿易結算當中 會使用盧比 這也是一大突破 那最近大陸呢 也有這個能源的好消息 根據大陸的石油 塔里木油田公司最新的消息 12月10號呢 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氣日產量 突破了1億立方公尺 為吸氣的東疏沿線 還有新疆南部也提供了用氣的保障 那中興社的報導 11月以來呢 塔里木油田全力的提升 主力的這個氣區天然氣的生產能力 在19座的大中氣田開啟了冬天的供應模式 那繼續的要加快這個新井的投產速度 日產的天然氣量呢 現在處於不斷的攀升的階段 到目前為止呢 塔里木油田今年已經生產了天然氣是302.9億立方公尺 同比增長了3.6億立方公尺 也創下了歷史同期的新高 那麼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戰爭到底打到什麼時候 尤其東將軍的報導 其實在俄羅斯 在烏克蘭 現在冬天都是非常的煎熬的 還有能源短缺 糧食短缺的危機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以東 有一間大型的購物中心 12號發生了火災意外被大火吞噬 那麼這已經是俄羅斯四天以來第二起 大型商場不明原因的起火 是被攻擊嗎 還真的是意外呢 另外一方面 俄羅斯總統普丁也打破了一個慣例 也就是宣布 今年不召開年終的記者會 以往呢 每一年快要過年結束之前呢 跨年前 普丁會開這個記者會 現場的媒體呢 有問必答 你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但今年為什麼不召開這個記者會了呢 那外界也揣測 普丁是不是跟西方媒體猜想的一樣 真的健康有問題嗎 我們帶你來看深入報導 怪物及濃濃黑煙笼罩天際 俄羅斯莫斯科近郊又有購物中心陷入火海 莫斯科以東巴拉西哈市一間賣建材用品的大型商場 12號凌晨突然起火 狂燒2700多瓶 可疑的是 這已經是莫斯科近郊四天內第二起大型商場火災 莫斯科近郊的西姆基市 另一家大型購物中心9號也曾經起火 延燒超過5400瓶 接連大火相當詭異 而無機戰雙方槍炮彈藥持續消耗 其中烏克蘭大量仰賴北約各國提供武器 萬國貨雖然幫烏軍加強火力 卻也有扯後腿的 意大利捐贈的破擊炮被烏克蘭嚴厲批評 性能有夠糟 尤其是MOD63型120公里破擊炮 被很酸比二戰裝備還差 美國一名軍事高層更爆料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10個月 已經快把自家炮彈打光 但要耗盡下開始搬出40年前生產高誤差率的 成年老飛彈來充數 至於俄羅斯總統普丁 日前才邊喝香冰邊嗆下烏克蘭 普丁宣布10年來頭一遭取消年終記者招待會 普丁每年12月都會舉行年終記者會 接受媒體和民眾馬拉松式提問 去年長達4小時 今年無預警取消也沒公布理由 外界不免又聯想普丁是否健康又出問題 接著綜合報導 那麼今天有一個消息傳出說 中印邊境又發生了衝突 這個事發的時間呢 印度媒體報導是在12月9號 那麼這地點呢是在中印兩邊比較敏感呢 因為互相宣稱有主權的達旺地區 那印度方面證實啊跟解放軍有衝突 至少有6名的士兵受傷 那麼起因是什麼呢 據說是有300多人闖入這個區域 那雙方就發生了衝突 但目前官方是沒有更新的消息評論 只是呢大陸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錫進 微博發文他認為如果真的雙方有交火 那麼張是比較嚴重的 不過接下來要看 官方是如何的表態 那麼再來呢 大陸的外交部翻案人汪文斌就表示了 其實現在中印雙方呢是保持著外交的管道 並且呢持續保持溝通 據我們了解目前中印邊境局勢總體平穩 雙方一直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 就涉邊問題保持暢通的溝通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認真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 嚴格遵守雙方簽署的有關協議協定精神 共同維護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 好在衝突的部分我們也帶大家來看 科索沃北部的局勢突然間升溫 科索沃目前什麼情況呢 俄羅斯媒體認為西方看不見的手 正在挑起衝突 美女發言人扎哈羅娃就說 科索沃當局這是在玩火啊 都不 fear全身 都要的雙方 都要巴及神尊 和了解 無依 throttle 是否如雨 全部吐司 幾個 extraordinary 中那些事 從事來說 就啟動了 這位 我們最重要的 也是 俄羅斯也希望西方國家不要多介入 希望和平解決